手游酷玩 这个小子哎呦不太小心呢兄弟这个时候稍微小心点因为其实对面应该已经发现我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呃如果说不小心的话会被带走然后这时候也是再一次一向将对面带走刚才那个能杀人其实多亏了我家这个上面有一个人一直在做这个飞艇然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遮蔽效果然后现在也是再次看这个人哎漂亮拿下一个五连机这波其实对面不太小心首先第一点我在这地方远程压制的时候呢我家已经是有人冲到了对面的一个老家里所以说对面就是想快速的解决我也是挺费劲的哎哎 完了呃对面应该有很多人已经看着我了但是不要着急也是再次来了这个小角落这时候其实就是告诉对面我就是在这啊这个不服咱就干一下然后也是一向之一向对面头点掉之后然后也是再次找寻这个附近的一个敌人然后也是再次看这个白熊也是再一次将他点掉那这时候呢其实对面比较慌然后也是再一次啊这个拿下第三个三连伤第二个三连伤但这时候呢也是再次被这个司徒什么大哥是叫司徒大哥吗啊忘了这个司什么的这个白熊啊直接带走了接下来是以白熊称呼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火龙其实我俩目前来说呢确实是发生了 很多这个争执首先第一点我俩都不太认输啊我想杀他然后他想杀我我俩其实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波这个比较细节的一些对比然后这位置呢也是再一次啊这个稍微赌命赌对了首先我这地方我家因为附近没有近人啊所以说我的一个输出环境要比他安逸很多然后他因为他家背后是这个近人了所以说他在面对这个我的时候呢其实还要分析这个怕附近有人在打的然后这时候完了稍微差一点点稍微差一点点不要着急这把呢其实我攻击了很多这个输出在这个里边然后因为我已经是和这个人对了很多枪然后也是赢了很多马然后也是 再次点掉这个红龙然后哎这个白熊 让谁带走了然后这个位置也是再次看这个人这个 漏一点点其实如果说瞄的比较准的话还是可以打到的但是虽然说难度比较高但是大家在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居一抢就是以角度刁转然后和操作难为主的 如果说居一抢操作比较简单的话其实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这时候也是再次点这个人 从刚才我队友一来到我身边就挂了其实发现了一个事啊就是对面已经是定上我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接下来 把所有的举动要稍微小心点然后也是打算暂时先这个逃离这个地方因为哎 完了我打算从这个左侧走的时候发现这个侧面是有人的然后我也是看了这个人然后他也是点了我一抢我这时候也是稍微往后撤一下但是不要着急然后这时候一抢没有点到再来一抢然后这时候稍微稳定一下啊再一抢 这时候其实我俩都是这就是赌命在这个突然快速的一个活动当中两个人同志骂了下来就是两个人其实都在赌 首先第一点我在赌这个我一向能不能爆掉对面第二个就是他也在赌一向能不能爆掉我但是从这个结果上来看其实我俩的一个结果差点太多 这时候呢也是再次拿下一个三连然后重回这个地方之后呢其实是因为对面暂时的一个不适应 因为对面可能刚开始已经是花了很长时间去想结束掉我了因为我在这地方之前不多了很长时间吗 这时候呢我俩一而一发子弹进行了一波互换 呃这把呢其实我已经是拿下来MVP然后我也是家里啊还想拔个人头就结束了然后我已经拿下了19个人头 这是哎完了我看了这个人了但是刚才那个位置确实是没怎么打好然后也是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也是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白熊的一个位置主要是这把我想跟这个白熊solo一下评出来谁是 我的天呐这个原本还想这个杀了一个白熊助兴啊然后没想到白熊让我的地儿干掉了哎呦兄弟你怎么这么简单就死了呀 现在也是再次选择去逼迫对面然后对面的一个走位也是比较小心然后也是再次从对面的一个右侧串出来 但是呢这时候也是结束本场比赛了然后也是拿下了本场的一个MVP拿下了19杀的一个好战机 呃比较不错吧这把也是发挥的我个人觉得算是超常发挥了正常也是拿不了这么多人头 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依然是向上派对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收看 如果您不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收看的下期视频感谢您的本期观看